蜆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它不是每个都一起熟的 每天开了壳就可以拿出来 然后一定要让它吹干身 它的甜味就会更加鲜甜 而且肉会更加爽 你敢煮我敢教 今次跟大家做一个叫做麻辣汁鲜蜆 这是一个冷盘菜 因为蜆其实又鲜又甜 加上麻辣汁吃得非常开胃 是不是想马上看怎样做呢 大家一定要赞赞我们理系主厨的Facebook专页 以及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当然要谈谈我们的蜆 近年这个大蜆番薯蜆就最靠得住了 因为这些很多是养蜆 没有沙和容易买 又大胜又鲜甜 首先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然后把它浸入清水 加一些盐 浸半个小时 轻轻让它吐沙 不断热 当然这些也不是很多沙 好了 拿蜆过来 放入滚水里 接着我会放一些清酒 会更加进一步带起蜆的鲜甜味 现在的蜆有问题是这样的 它不是每个都一起熟 如果蜆太老 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我们看到它 这些是紧紧的 开了就可以立刻 开了壳就可以拿出来 然后一定要让它吹干 嗯 它的甜味就会更加鲜甜 还有肉会更加爽 之后开了那些 我们立刻拿出来 嗯 哇 越来越开得快 哈哈 好 这些开了 好了 差不多可以关火 好了 我们在这里选 OK 都大部分开了 如果不开口那些 代表不行 比如这种开不了 开不了 这种开不了 应该是睡一觉的 好了 那这些蜆呢 拿过来之后 吹一吹它 立刻干了 之前呢 教大家是无水 放在锅里面 烤一烤它 保留它的鲜甜味 但是有时候这些蜆呢 如果我们这样吃今天淋汁呢 就有时候可能蜆肉 会太过咸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是采取这个 是在水里烧一烧 但是如果你真的 很喜欢蜆的 原来的味道的话 而且蜆本身也不是那么咸 可以用无水的 那这个蜆味呢 哇 更加鲜甜到不得了 但是呢 这个也OK的 好 那我们的蜆肉呢 撕在这里 就可以装回汁 或者待会 吃的时候容易吃点 逐一口拿出来 咸一口的酒 非常好 那我们就吹冷 或者是冰冷 它呢 鲜味会更加劲 好了 接着我们做这个麻辣汁了 麻辣汁呢 是这个四川的北方 是很出名的 这些汁酱来的 可以做很多凉拌的菜式 包裹材料呢 是有我们的蒜蓉 但我有时候会喜欢 轻轻的 有一些饱饱的 味道更加浓郁的 但是原来的配方 就没有做这种东西 好了 再加上呢 就是生抽 老抽 老陈醋 糖 我们也是用黄糖 浓一点的味道 鱼露 我也是喜欢用这个越南的 辣椒油 接着还有 今天我加上这个 辣椒仔 辣椒仔的味道 就更加鲜的 那么多 当然我们有一些香 就是我们的麻油 是不是 好了 还有不少得的 就是这个花椒油 有点新鲜的花椒 还好 如果有的话 拌均匀 这味道很香 再加上我们的芫茜碎 芫茜碎最重要 就是加上芫茜的头 那些味道 很多时候就均匀在芫茜头那里 好 如果你终于可以 给一点点智天椒 红红的 也更漂亮 这个是OK的了 到淋这个汁酱的时候 好了 这个我们的麻辣汁 可以做这个蜆肉 是不是 用来做生蚝也OK的 还有就是说 可以做这个粉条 红薯粉 还有就是这个 我觉得拌匀也OK的 是不是 最重要 要记住 蜆的水分一定要吹干 要不然 它就会将你这个汁 就稀释了 到时就没有那么漂亮 那个味道 好 搞定 麻辣汁鲜蜆 绝对行 好 好 好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